公元1906年 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很多事 清政府不再选八旗秀女 延续了1200年的科举制度 在这一年正式废除 袁世凯边刊了立宪纲要 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 民报周年纪念会上 做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讲 那是一个人们 虽然对未来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但是都有一种 即将发生大的变革的 这种感觉的年份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也在这一年出生 同年出生的 还有肃亲王善奇的第14个女儿 爱新觉罗显瑜 要是论起辈分 这个女孩是溥仪的侄女 但是其实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 显瑜的故事 就连她的名字 也有人说 其实应该叫做爱新觉罗显代 但是讲到她的日本名字 在日军侵华时期 却是非常的显赫 她叫川岛方子 是当时著名的间谍 那一个出身高贵的格格 怎么就能变成 侵华日军的间谍了呢 这一切都得从她的两位父亲 开始说起 先来说她的生父 善奇 1911年10月 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胜利 各省纷纷宣告独立 第二年2月2日 官拜护军统领 御前大臣 民政尚书的显瑜的生父 肃亲王善奇 乔半城商人 在日本人的护送下 从北京逃到东北吕顺 同月12日 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在清廷执掌天下的时候 北京城曾经流行过一句话 叫做公王府的房子 御王府的墙 肃王府的银子用斗梁 从这句话上 我们就看得出来 当年善奇加富裕的程度 他在北京大连吕顺 都有大量的地产 所以尽管是逃亡状态 但全家人的吃穿 并不用犯愁 真正让他牵挂的 是如何依靠日本人的势力 实现满猛独立 而帮他运作这件事情的呢 就是他的结拜兄弟 川岛浪宿 1885年 川岛浪宿来到上海 住在日本东河洋行上海分店 并没有固定的职业 后来他当上了 日本谍报人员的助手 绘制了从长江口到 杭州湾一带的海防设施的地图 在中日甲午战争当中呢 他又当上了日军的翻译 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 他又充任日军司令官翻译 并且由此和肃亲王结识 后来两个人相处得非常好 他通过肃亲王的路子 被任命为 京师警务学堂学间 担当上这个职务之后 他又为亲王的女儿们 创建了一所学堂 担任总监 为了实现匡富清师的梦想 扇齐把自己的几个儿子 分别送到了满洲 蒙古和日本 希望他们可以为满洲独立 尽心尽力 也正是因为出于这样的考虑 他把自己年仅六岁的女儿 送给川岛浪宿做养女 临行之前 肃亲王扇齐 为女儿起字 东针 意思就是希望他到了东阳 也能够被当作珍宝对待 但是到了日本 东针就更名为川岛方子 并且以川岛浪宿的女儿的身份 加入了当地的松本高等女子学校 在接受军国主义教育的少女时代 川岛方子 学会了骑马 射箭 开枪 并且接受了军事政治情报等等 一系列各方面的训练 无论背负着多么沉重的使命 毕竟川岛方子是个少女 情窦初开的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做 盐田爱之助的男子 虽然这名主张 日本应该立即发兵 占领中国东北的日籍右翼分子 和川岛方子在一起的时候 很少谈及风花雪月 但是 两个人的感情仍然升温很快 就在两个人已经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 川岛浪宿向川岛方子的哥哥提出 想要娶川岛方子为妾 这个时候川岛方子刚刚18岁啊 他怎么可能情愿 嫁给已经59岁了的养父呢 在遭到拒绝之后 没想到 川岛浪宿以暴力的方式 强行占有了川岛方子 带着少女特有的倔强 川岛方子选择了沉默 但是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一直在折磨着他 让他的情绪变得十分的不稳定 而这时呢 毫不知情的恋人 颜田爱之助 带着诚意 一次次的找到川岛方子要求 结婚 羞愧且暴躁的川岛方子 一次次的拒绝了对方 面对爱人的不理解 川岛方子居然拿过了对方的手枪 冲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了 这个子弹并没有打中心脏 也让川岛方子捡回了一条命 在肉体和精神双重的痛苦下 川岛方子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秘密 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给了家人 但是这个时候 川岛方子的生父已经去世了 家里边没有人能够代替父亲 为川岛方子做主 而且为了维持奢华的生活 家里人还指望着川岛浪宿 帮忙变卖肃亲王在东北各地的房产呢 甚至川岛方子的两个兄弟 也被寄养在川岛浪宿家 在这个时候 与家族命运比起来 与父亲匡富轻视的宏愿比起来 善其38个子女中 这个6岁就离开家的女孩 即使是被强暴 即使是差点丢了性命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面对妹妹的求助 在国内的童母的哥哥爱心觉罗献力 是这样回复她的 她说 现在绝不能和川岛浪宿决裂 希望妹妹一定鼓起勇气生活下去 川岛浪宿会做适当反省 设法解决已经发生的事 可川岛浪宿能怎么解决呢 她只是把川岛方子远远送到日本九州最南端的县 路尔岛去疗养 川岛方子在路尔岛生活了三年 在这期间她仿佛想明白了什么 既然自己已经永远不可能像普通少女那样拥有美满的爱情和平静的家庭生活 那么就干脆把这一生投入到父亲的未经事业当中吧 1927年 川岛方子回国 在辽宁旅顺和父亲当年的伙伴 蒙古独立势力首领 巴布扎布的儿子 甘珠尔扎布结了婚 但是川岛方子很快发现 这段婚姻并不能满足自己的渴望 可也正是因为 对蒙古独立势力有了深刻的了解 让川岛方子意识到 原来这么多年来 在东北土地上的许多事件背后 都是日本军国势力在支撑着 果然啊 那个时候的东北最豪横的还是日本军国势力 难道这就是父亲当年送自己去日本的原因吗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川岛方子的思路更加的清晰了 想要成就父亲构想的大事业 日本关东军才是理想的东家 但是关东军实在是一棵大树 即使是川岛浪速 恐怕这个时候也难以得到关东军的重视 更何况就算川岛浪速能够为川岛方子牵线搭桥 这个所谓的养父 恐怕也是川岛方子最不愿开口求助的人 那么怎么办呢 川岛方子决定利用自己女人的本钱 据说 因为川岛方子前清格格的身份 他曾经是张学良偏房的人选 现在尽管已经嫁为人妇 可川岛方子觉得 凭着少帅风流的性格 在他身上套点情报出来 或许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没想到 张学良面对身份背景非常复杂的川岛方子 警惕得很 只是派了副官去应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川岛方子当然不会轻言失败 只要能够拿到情报 少帅和副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用尽心机 居然搞到了张作霖退回官外的列车时刻表 有了这个准确情报的日本关东军 在黄箍屯炸死了张作霖 立了头功的川岛方子 没多久就离开了他的丈夫 并开始了自己为日本充当间谍的事业 顺着张学良部下的这条线 川岛方子几乎摸透了关东军的家底 也正因为这些情报 让日本关东军知己知彼 也造成了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 日本关东军让中国军人惊讶的精准打击 随后 为了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 日本关东军需要偷偷的把溥仪 从天津接过来 可是形势紧张 一时间呢 只能把皇上一个人运出来 可是随后不久 川岛方子居然把溥仪的皇后 宛容装在棺材里运到了东北 1932年1月18日 为了转移国际上对日本策划 维满洲国的注意力 川岛方子参与策划并执行了 上海日本僧人被打事件 并且在短短的十天之内 将这个事件酝酿成了 被称为128松户抗战的战斗 同年的3月1日 维满洲国成立 第二年 川岛方子被任命为 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 为了庆祝自己的梦想 终于实现了 川岛方子为自己取了一个汉名 金碧辉 这一年 川岛方子26岁 如果说他的前半生 是为了实现父亲宏大的梦想 那么此时此刻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川岛方子已经成功了 但是川岛方子很快又意识到 真正在做决策的 依旧是日本军国势力 自己 甚至皇上 不过只是日本关东军的傀儡罢了 他也曾经试过为全力挣扎 试图用强硬的手段 反抗日军势力 但是他忘了 自己的一切 都源于日军 在日方察觉到川岛方子的异样之后 第一时间把他送回了日本 监控起来了 这时候川岛方子28岁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川岛方子在这个时候 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生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竟然走向了一个 更加坦然的 为日军充当间谍的角色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日军全面侵华 川岛方子回到天津 经营了一家 名为东兴楼的大饭店 东贞 东阳 东兴 饭店名字露骨地表达着 川岛方子的目标 东兴楼也成为了日军 当时在中国的一大情报基地 此后 川岛方子疯狂套取各种情报 据说呢 还搭上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 得到了不少国民党内部的消息 军统头目戴笠 也以川岛方子为联络人 尝试着商谈中日和谈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战争结束 川岛方子享受着纸醉金迷 享受着权力 享受着男人的追捧 享受着不断地为日军立功 带给他的快感 1945年 日本无条件投降 川岛方子在北平东四条九胡同 自己的家里被军统的特工逮捕 就在要开始审判的时候 川岛方子提出 自己不是中国人 而是日本人 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 假如国籍是日本 那么川岛方子是有机会 被释放回国的 但是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 愿意为川岛方子证明国籍 或者带他办理此事 为了逃避审判 川岛方子在绝望之际 求助了他最不愿意求助的养父 川岛浪素 希望养父可以看在往日的情义上 为他伪造日本国籍 但 这个曾经与其生父结拜 曾经占有过川岛方子 并且要取川岛方子为妾的川岛浪素 只是写了一封信给辩护律师 在信中他说 川岛方子是日本国籍 但是户籍正名丢了 这种把戏当然瞒不过法庭 经过审判 川岛方子被判死刑 在川岛方子留给川岛浪素的 临终遗言当中 他写道 父亲大人 终于3月25日的早晨执行了 请告诉青年们 永远不止地祈祷中国之将来 并请到王父的墓前 告诉中国的事情 我亦将与来世为中国效力 1948年3月25日清晨 川岛方子在北平第一监狱 被执行枪决 终年41岁 在我们的节目中 我无意夸大川岛方子 在日军侵华过程当中 所起的作用 但是如果没有他 我们节目当中 所提到的那几个历史事件 也许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 一个人的挣扎 无论有多么的用力 终究敌不过历史大事 而历史也在一个个人的推动下 向着难以预测的方向前进着 川岛方子充满悲剧和耻辱的一生 一步步迈向了罪恶 和被人唾弃的深渊 如果在几个重要的人生节点上 他选择退出赌局 结局会不会不同 如果他早一点离开赌桌 失去的还会这么多吗 他真的没有选择吗